一条大街小巷 每个人的嘴里 见面的一句话 就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 你好大家好 新年快乐 恭喜恭喜恭喜你 主要我们今天来 我们就谈大连处理 我们谈一点软一点 就是说 因为你原本是出生在上海大家庭 对 我们讲说十七少 排行家里排行 十七少还算叫客气点 有人叫我十七郎 就是当年家 因为家里是 在上海是好家庭 然后所以 这是第十七个 那你从 所以你对那段 也其实有记忆 有记忆 我是八岁离开的 所以你看 怎么看现在过年跟以前过年 我是现在 今年过年了以后 我是78了 那么但是这个78年过程当中 在台湾70年 在台湾70年 对 那么在大陆也过了过年 那么到台湾过了最多的 那我觉得我小时候 真的比较幸福 现在从我们现在来看 当然现在小朋友不会感觉了 但是我们走过这一段路的 我们会感觉 还有三星 那个时候 那个都是用面做的 好像有猪头 有这个鱼尾 有这些 用面去做 用面粉好像是做的 不是 不是那个 有那个实际也有 还有另外有小的那种 用面粉做的 那么挂灯 因为面粉做才能摆 它才能够上贡 能够摆一整页 对 然后挂灯皆采 那么所有人都是穿 因为现在穿衣服不在意 大家都有新衣服 这些 天天随时要买就买 那以前不是 以前新年做新衣服 那么见了长辈 要跪的 那过来有压岁钱 但是压岁钱 要是轮流排队 在父母面前下跪的 可投 那个时候 三星这些 我们 三星就是有猪 有鱼 有三生 有猪有鱼这些 那我们就觉得很丰富 很丰富 那么当然因为是大家庭 大家庭兄弟姐妹 还有什么小孩子 那个更那个的 那像我不一样 我的姐姐比我大20岁的 都有 他们还带着照顾我 那时候小还牵着 都是我姐姐还牵着 那个 你出生的时候 有些姐姐都已经出嫁了 有的已经出嫁了 有的出嫁 那我到台湾来以后 就没有这样子 那个因为到底人少了吗 那但是过年还是要 就是补充一下 就是有些听众不知道 就是说 您并不是49年来 你是早 比较早一点 就跟爸做生意 就来台湾 对对对对 然后回不去的 所以你是 对对对对 你是47年45年 我是48 48年 48年 就是你早一年 跟爸来台湾做生意 对对对 结果回不去 他比较早一点来 他比较早一点 所以跟那个状况不太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东西就能够长 所以你在台湾的时候过年就等于只有你跟父亲两个人 那时候我还有姐姐 还有姐姐 还有那个时候还带了照顾我父亲的 当时我祖母结婚的丫鬟 但是也不多 就是再怎么样也不多 你们就是可能兄弟姐妹在台湾的家人在台湾的也不多 那个就不多 大多数还留在上海 所以那时候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那个突然从一个大家庭的过年 然后突然 突然就少数人 少数人 但是规矩还是有 跟爸要还是要跪的磕头 然后记住 可是那时候的物力各方面恐怕就已经 没有 但是所有规矩还是一样遭用 那么记得这个东西 那个我记得 那时候刚来在台北的哪里 在大安区 在潮州街 在潮州街 起前杭州南路 杭州南路后来又潮州街 我姐姐结婚了 在潮州街 我们记到现在我们还是记得 就是写一个祖先从高祖开始 写高祖的名字 然后扣手那个什么什么 然后我现在像我小孩他们每年 我们要高祖 真祖 祝福我父亲 世代 然后就烧 然后要撒酒这些 烧这些 你是用袋子那种 还是用桶子 在桶子里面 这种的规矩还是在的 可是跟现在的年轻人已经 那种感觉不一样了 我不要说别人了 就是我自己的孙 孙子辈的 他们像我那种感受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那么过去吃年夜饭 再人少 可是我姐姐姐夫 他们的小孩 我的外甥他们 然后我们家的 那还是大家聚在一起 那么可是现在又不一样了 他们归他们 我们归我们了 那我现在家里至少有十个了 所以过年也等于一个 儿子女儿也多 女儿什么 一桌 还是一桌 过去年份都是自己在那里做的 所以我结婚以后 我太太他们都要做主菜 做饭的 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们已经预定了 你们已经在外面吃了 现在已经跟餐厅预定了 而且去年有时候还 有一次把我姐姐他们都找过来 我姐姐他们都找过来 一起大家在外面 姐姐姐夫 外甥 一起吃 那就是在餐厅了 所以第一个 过去有 传统的规矩 要祭祖败祖 然后家里自己弄年夜饭 因为他过年规矩很多 什么要年年有余 然后余又要必须要能够留 当年不能吃 当年不能吃 然后比如说 像老一辈的 还有跟你讲说 比如大过年的 不可以动刀 不可以动 都不行 动剪 所以你那时候 还讲话都要谨慎 所以你那个菜 还必须要隔天还能 隔天你还不能做菜 对 因为你不能动刀 所以你隔天不能够另外做菜 现在没有这些了 现在都是外面订好了 我相信很多 可能甚至于就在外面 餐厅里去吃年夜饭的都有了 那么这个就是时代的不同 跟过去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相信压岁前的鞋 大概这个还是留下来的 还有一个 过去在过年前一定写春联 写春联 有的是自己写的 那有的是在外面买的 那个贴的 那么像我们的话 今年呢 其实每年我们自己也有写 党部也有写 那么像现在我们 像赵家荣他们 他们在地方上 也是过年帮着外面 民众要去哪的 都有写春联的 那像我今年的春联 新党的春联 是两句话 也是七个字 中华儿女新年好 宝岛台湾四季春 我们新党是写这两句话 那么七个字 那当然蔡总统写的是 四个字 那大家各有自己选择 那我们还是在宝岛过春节 所以呢 宝岛台湾四季春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传统的节日 那么中华儿女 我们跟大家问好 中华儿女新年好 那人家说 你这个还是有点 当然了 我是政党嘛 当然 就给大家问好 把这个立场也表明了 把这个春节的这个快乐祝福 在台湾 也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你的春联还是上下联 这样两个吗 没有 就是对上下联 上下联两个 因为其实不要说 蔡英文就是自自然然 她自自然然欢喜新春 然后其实从马银九时代就开始 就是他们 马银九那时候是五个字五个字 但是我实在搞不懂 就是你把它印在一张上面 这玩意到底要怎么贴 因为原本对联有上下联 它是分开的 在门的两边 在我民间还是分开 我的朋友假设 像我那个 我外甥的这个 那我们比如说 如果会贴一张的 在中间或许 他可能就贴一个 恭贺欣喜 什么之类的 贴在墙上 那种东西是有的 但是家门口通常是左右 那像星云法师 或者那些 大家每年的春天都很有名 他写一行四个字 然后让你找地方贴 可是我就搞不懂 像马银九或蔡英文这种 他又上下联 又印在一张 我真的搞不清楚 他要人家怎么样 他就贴在正门中间 对啊 但是他又有上下 他其实又有上下联 这很怪 马银九的时代就是这样 就用上下联 但是他是把它贴中间的 那么我们 像我们还有横批 横批的话 我们是叫金鸡报喜 今年是鸡年嘛 对啊 所以新党是金鸡报喜 然后这边是这个新年好四季春 比如这个 这个春联是过去啊 就是在过年前 都写了 都准备好了 所以在 受税的时候呢 就去贴上去 这是 那这个呢 我像我家的家里 我现在年年还是如此 因为其实 我觉得我讲一些实话 我觉得现在 一般你说在都会区 已经不太 不太好找这玩意的人 就是说你到过年时候 你认真去找 或者你当海买得到 但实际上 要找的写的好的 或者说 要找的那个 已经不容易 像我家里是 呃 有一个朋友 他当然是书法写得很好 已经是书法家那个等级 他帮我写了一幅之后 我已经挂了好几年 我都没得换 那先拿给你一幅 我们谈一下 就是说 你这几年也走 两岸也跑 当然大陆也有 也有 后来就是 能够回去之后 大陆还有一些家人 就说 两岸这几 现在的过年上面 有什么样的明显的差异 很多人都以为我住到了 其实我没有 我算你住台湾 但是这个大陆过年 我只过了一年 那这还早了 那个应该现在也有 可能十几二十年了 那个只过了这一年 在大陆 在上海过的 那个当时不是也说 我有什么豪宅啊 什么的 那有一次就在那里过的 那是在陆家嘴 那我简直是受不了 因为大陆的过年 跟台湾呢 是又有大不同了 刚才讲的是 在外面吃年夜饭 什么 那大陆几乎是 几乎很少在家里 都是在外面 而且吃好几轮 那个餐厅年夜饭 得做好几轮 而且不得了 他们这个 真是天天就在外面吃了 就是台湾的过年 你所说外面找不到吃的 对 台湾过年还有时候 在自己家里 还有些还是 而且外面 你如果没有预定 你其实临时是没东西 没有的 但大陆几乎它都开放的 还有一个是我受不了的 不是吃年夜饭的问题 受不了是那个鞭炮 实在受不了 那个那一天 我记得晚上 我几乎不能 那个放的鞭炮 那个烟味 那个空气被污染到几点了 我后来就在大陆过年去了 因为上海还是这样 上海上海 那个鞭炮 因为理论上来讲 这种大都会应该是回家过年的人多 比如我们在台北 我们就会觉得台北一到过年 就是交通最好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回中南部过年了 那现在你讲的 你讲的那状况就是 他剩下来的人还多到吓死人 吓死人 上海还是 那个是上海现在的人 大概跟台湾的 他两千多万嘛 这也差不多了 但是他假设有来的工作的 那个有三千万的了 不是不止两千万了 所以他有很多是 回去啊 这些 回到自己家乡 上海本身还是很多人了 所以他们吃完饭以后 那还是要回到家里 有空地啊 马路上就放 那个鞭炮 那实在太吵了 这一点我是大陆的过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那个时候小孩 他们工作 还有念书的关系 所以那一次呢 大家都在 那个在上海过的 后来就没有过过了 你能不能跟上海的那些 家人聊过 他们过年 到底怎么过 现在上海人到底怎么过 现在上海还是跟 那个 跟我们所说的 这个那些都不一样 记住那些 我看都没了 都没了 都没了 所以就是吃饭 吃完饭放放 吃完饭 然后家人团聚是有的 团聚 像我们家里边 姐姐们有的可能还是会 挂了我父亲的像 还是拜啊 还是这些可能还是有了 但是不见得普遍了 因为有一段时间 他们不能记住啊 不能这些的啊 那么现在开放以后 可能有一些 开放了就放松了啊 那么有些 自己家庭的 但是很多还是小家庭的 大陆的小家庭 也是比较普遍的 其实因为有时候那种东西 就是规矩 你没有传下来 断掉了 就很难去接 接上去 你就是 你搞不清楚那玩意 到底里书上面该怎么做 他们有一段时间 这个里书上面已经 都不讲究了 那么时间久了以后 就也就习惯一点了 所以我到上海去那一次呢 我只是 还是我自己家里 我没有跟我姐姐啊 什么去大家一起 因为大家去的话 那个每个家庭都习惯 都不一样的 我反而是 去年我先 我们家一百个人相聚 还有一半没有聚 就先到了一半 就办一个 这个家庭的聚会 就是过年前 大家先吃饭 大家也不算过年前 就等于每年办一次 可是不挤在那种节日 因为挤在节日 反而不方便 然后 过年谈完 看一下今年的新希望 今年我 当然了 我自己 有自己家里的 我当然跟 大家一般的 还是平安 就是福了 我觉得我们不要 太高调了 我们是希望平安 就是福 两岸之间的 就是和平 就是好 因为 任何的冲突 对立战争 都不是好事情 所以对家庭来讲 是平安 对整个两岸之间的 我们还是希望和平 那么对新党来讲 我刚才除了提到的 平安跟和平以外 新党呢 就是准备工作 因为2017年 我为2018年准备 2018年又有选举 那么在2017呢 要把这些准备好 但是我们也不能太政治性的 过年的规划 是要为普遍的 新党过去说是小市民的政党 那既然是小市民政党 我们就要为小市民来考虑 所以去年1月16号 新党沉蒙51万74位选民 把政党票投给新党 让新党在去年这一年 能够有政党补助费 能够好好的去实现 我们自己的理想 所以新党在去年一年里边 我们成立了公益基金 我也就跟很多朋友们 包括党员们 我特别呼吁他们 希望了解到 有这个政党补助费 得来不容易的 非常珍惜 51万74位 我们不能忘了 因为每年他们50块 等于补助给新党 那么对他们这样的一个支持 我们一定要具体的表现 而不是嘴巴讲讲 感谢 谢谢你们 不行的 我们应该具体表现 所以我们在整个一个logo上面 我们就设计一个新 这个新里边 把51万510074这个数字 打印出来 然后一条心为人民 所以这就是公益基金的logo 那么公益基金在去年 因为我们要讲未来的规划 我们必须要讲过去 我们做了什么 那么去年有这样一笔这个经费以后 我们在对一些社会慈善的团体方面的 或者我们对某些有心的 他们在做一些社会公益的慈善的 那么另外对于有些团体去替我们自己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做正面的正面的一些活动或者一些计划 我们都给他们一个支持 我想这一点 我特别要感谢510074支持我们的人 我们在这个努力方面 我们也有具体的做 我前天就特别 虽然来往的时间花了不少 真正在现场的时间只有35分钟 前天我到哪里呢 我是去彰化 彰化因为彰化有家辅中心 家庭辅助的 那么尤其对于儿童少年保护委员会 他们成立了26周年 那么主任委员交接 那我特别赶过去 你要想到到彰化 要坐高铁到台中 然后再坐车到彰化 我中午又有事情嘛 所以我11点又8分高铁要赶回来 我只能在那个会场上面停留35分钟 但这35分钟对我来讲的话呢 我是感慨良多啊 非常的感触啊 就是这个社会啊 还是很多人在做善事 那么这些我过去也不是完全都认识的 那么但是他们进行26年呢 都在做把那些弱势的儿童 或者家庭有些困难的 或者家庭有些问题被弃养的啊 那总要念书 总要有人照顾 那所以这26年来 他们默默的在那里 而且展现出来那种无私的奉献 我是体会到的 有人也问我了 哎呀你留下来用饭才回去啊 什么啊 那你这样来去充充太辛苦 其实我不觉得我有什么辛苦啊 那么新党在这方面公益基金啊 虽然支持的款项不是上百万啊 几十万啊 我们有十五万的啊 因为团体多了 我们也不能专门就集中在一个 我们也也能够尽点力啊 呃我看到的他们呢 当然叫我上去讲话了 我也上去短短的讲些话 他们也给我感谢状 那我讲话非常简短的啊 我觉得中华文化的特点 家家是特点 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过去我们说教育有三个 有家庭教育 有学校教育 有社会教育 现在好像大家都不重视家庭教育了 不太重视了 好像都把责任放在学校教育 要不然就是社会教育 但是基本还是单元呢 还是家庭 假设每个家庭能够去承担一部分的教育的功能的话 这个社会会轻松的很多 那么家庭是社会的单元 所以家庭假如每个家庭 大家能够去进一部分社会的一些公益的事情的话 那这个社会的负担也会减少很多 那呃 譬如彰化家庭中心 他就是一个集合很多家庭的 然后成立去照顾其他的一些 那个落实儿童啊 或者需要来这个关怀的小孩子们 那么他就替这个社会呢 承担了很多的这个责任 所以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我是感触到的 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另外我相信人间还是有爱的 那么呃 我们孩童 因为今天他们家庭中心是照顾关海 孩童的啊 那孩童是未来的实力指标 我讲了这两句话 嗯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孩童是未来的实力指标 我们都讲实力 嗯 但实力在谁 实力在这些老人家吗 老人家都要过去的 所以将来孩童 他被教育的好 他有正面的能量 好好的教育他们啊 而不是单单啊 只是一个啊 小学中学 然后拿了学位 就一个数字代表不是 是真正关怀儿童 这些孩童 有没有家庭的温暖 这些孩童 当没有家庭温暖 有没有社会的这些家庭人士 来照顾关怀他们 让他们感觉到 虽然我的遭遇比较不幸 可是我有其他的家庭来关怀我 来照顾我 他仍然有一个家的感觉 这就是一个正常 教育出来的 让他们有正能量 那么这样的一个实力指标 才是我们真正要的 而不是一些数字上的指标 那是空的虚的 所以我在看到他们那样的努力 我也特别强调 我认为新党 我们只是抛砖营 我们有五十一万人 其实是为支持我们 我们代表他们去做一些公益的 去发挥社会的正能量的 我们代表他们去做一些公益事 我们做的其实还是不够的 那么看到社会上这么多 无私的奉献的爱心人士 新党更应该加倍努力 去做公益的事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谈到新党 去年当然就是说在 就是因为立委选举破了 正当补助金的门槛 所以拿到了正当补助金 然后也把一部分的钱拿来做 用在公益事业上面 因为就是说 当然大家对新党的支持 所以大家看 钱最好看到花到哪里去 大家知道说 我去治愈社会 我用我治愈社会 那对于未来呢 我想未来因为四年 我们这个款项有四年时间 那今年一年 我们先做一些 我们也以前没有这样子 就等于有点比较有规模去做 那么现在等于先做一次 这样做 那明年还是要扩大 那么甚至于说实在了 爱是没有色彩的 爱是没有颜色的 那我们今天去关怀这个社会 帮助一些这个同胞 我想这不是口号 这是要具体的 那么也不管你是哪个 所以在今年呢 就去年已经做过了 今年我们可能要到这个每个县市去 县市去要加强一点宣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样做呢 可能外界还不是很清楚 也有人质疑我们啊 说你到底真的假的 但是现在事实上 我们用具体的结果来说 我们是一步一步在推动 那也有人知道写信给我们啊 要求这个有的 有的个人色彩很重啊 他完全就是个人啊 说你要做好事 我现在有需要 你那个也有这种信 那这种信我打来 不不不写信来啊 要如何这样 这个我们不会 等于不会接受嘛 因为这个是个人的啊 或者是我 我没有 我们没有能力去帮助个人 去解决你自己的财务问题啊 这些 对不对 这也有嘛 人家说你新党现在有经费了 你要那个这个我们不做 我也明白在这里说 但是我也明白的说啊 今天比如听到我这样讲的 你可能不是新党 可是你知道哪里有人 真的有需要的 我也很希望能够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的触角不是那么广嘛 有可能有漏掉 而有些人真正需要帮忙的 也有很多优秀的这个小孩子们 他很想很想很想往上 那个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啊 可能他家里环境那些 可是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知道 所以我也等于公开来说了 假设大家真正关心 这些年轻一代的 尤其小朋友们呢 我是很很喜欢小孩子们的 真正关心的话 有需要帮忙的 也可以告诉我们 写新党到新党来 我们看看真正有必要的 我们也会去做 不会去分什么色彩 我也不会了解 你一定要新党的人介绍 不用 或者推荐的这些 我不需要 这是没有界限的 这是我们要做的 第二个呢 我们要到各县市去 让有些县市了解一下 我们有这样的规划 比如我们前段时间 他们桃园的新党的支持者 他们有一些走路基层的 民众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那我们也会参与在里边 能够他们本来做了 我们可以把他的范围做大一点 当然也有些人过去不了解 因为新党是一定是一个 好像政治的色彩 意识形态 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面 我们有我们的立场 我们也有我们的坚持 但是对于这个爱心 我们没有什么去分的 所以我们也要走到各县市去 让他们充分了解 是可以信赖的一个 这个小市民的政党 但是能力有限 我们每年也有固定的 那个用完了 也是照顾大家 我们尽到了这个责任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部分的 那么另外一个 我也特别可以觉得 有点意义的 比如来谈的话 今年我们要去做 不是我们年纪大的这批人的 我们现在必须要训练年轻人 要年轻人的 因为台湾在这个一段时间的教育 实在让我们忧心 我们可能要开班 什么叫开班呢 这也是一种公义事 就是对小朋友们 我们要给他们这种做人处事 那些认知上的 这个哲理 道德 这些的 他喜不喜欢听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有这个社会责任 小孩子 他是无辜的 你教他什么东西 他就被塑造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有责任呢 是把家长愿意送到新党来 我们开班 开班呢 请非常好的一些老师们 教你人生的这种的认知 不要不是社会的 因为有些社会大学是开的跟那个大人们的 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学的这些小朋友们 让他们对社会现在欠缺给他们的教育内容 我们能够来补的 我们愿意去做 他可以讲具体点吗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是有些是读四书五经 有些是读诗 有些可能是读中华文化 到底是哪一个方面 不 这些方面是一部分 但是呢 我们要给他们的是 让小朋友 就是有些社会 走过这个过程的人 他们是有一些具体的成就的 他们讲他们的人生的过程 用很实在的 经历过的 轻松的 而且不是那种八股的 可以谈谈他们的人生历练 我想这个部分 可能小朋友有时候很喜欢听的 现在在那个 我用一个例子来举 譬如现在他动画 那说实在 动画走过动画 这个新的 这个领域的人 有人不错的 让他来告诉小朋友们 动画里边讲的是些什么 为什么要有些中校结议 所以会是各行各业的 对对对 优秀的 那么他为什么 譬如 那我们也可以 请VR的设计的 我今天看报纸 台湾的VR的设计的 还不够 人才还不够 我最近去过大陆去参观 大陆有一个南底酒的一个公司 他全世界有七千家这个店面的 做什么 做虚拟的 虚拟的 VR的 那个是看这些东西的 我跟他们谈的 我就有一个感触的 他们跟我讲起来 让我这个老头 我都会觉得很向往的 很喜欢的 他们是要在虚拟的里边 又把一些 这个做人处事的这些 能够用 摆进去 这种东西 我是很喜欢让年轻小朋友了解 那么新党要做一点 现在明明是教育不够的 那对大人我们要教他 比如开的课 要他们了解真正过去 台湾的这个走过的路 是怎么样奋斗的 应该怎么争取的 对小朋友我们不需要去讲这些 对小朋友 不用摆那么多意识心态 没有那些 就完全甚至于根据 现代科技的东西 然后 比如我就可以去讲 我小时候的大家庭里边 我的成长过程 我是常常三分钟改变我的命运的 那我常常在一个下决断的时候 是一般人不肯下的决定的 那我可以去断然下了这个决定 改变我的这些命运的 那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父亲当年我高中毕业 我父亲要我念医学 那个时候做儿子听老子的 不像现在做老子要听儿子的 对不对 那我爸爸要我念医学 我要二话不说就念了 而且他指定我要念药 为什么我们家以前跟中药有点关系 那我爸说了 你要有西药的基础 将来去发扬弘扬中药的这个 他有他的理想 但是我当时就听他话了 那我听他话 我有没有吃亏呢 没有吃亏 可是我本身的性向 照道理不是念这方面的 可是我听了他 我现在也没有什么话 我后来的转变 根据我的性向 那我基础是打 理科的基础打实了 等到后来毕业 毕业他希望我留校 那我也就留在学校 所以有时候听老人家的话 不见得完全是错啊 你现在我去思考一下 那也没有什么坏 就看你怎么样去接受他 然后很辛兰的去接受 不要那种对冲的 这都是我的人生的这些略历 那去告诉小朋友 小学太小了 那是初中高中 我相信对他们进入到大学 可能都有些帮助 所以在今年的规划里边 我们要开开这样的班 那么过去新党有个叫 孙文学院嘛 现在国民党用去了 我们就给国民党去用了 但是国民党还没开课 在最早我们开课的 我们那个时候还请了好多 很多人都去讲过课 陈长文到陈文倩 陈文倩没去 还有谁去了 都有去过的 很多人去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推动的 我还是一句话 孩童是未来的实力指标 我们假设能够把孩童 交到正面的人生观的话 那绝对对社会是有帮助的 所以等于是 这样听起来就是新党在未来这一年 可能就是说 他会同时有两条 至少是两条的不同的路头 就是政治的归政治 另外社会面 社会该做的 该做的 不管慈善也好 教育也好 这些东西他会另外 都要做的 大家也不必因为说 你不喜欢新党的政治色彩 所以就去排斥其他的东西 新党我已经说了 意识形态我不能变 我是我生在大陆 我是中华儿女 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我追求孙中山说的 民族复兴振兴中华 我觉得我这个为什么要改变呢 我没有错 我们记住也好 我们节日这些好多 你不能否认这些根嘛 对不对 可是我在意识形态 我有我的坚持 这是我必应该的 但是并不因为我的意识形态 而让我对 我对这个基层的民众 我有牌子 我不需要 我觉得我就本来 我的命 我本来不该来台湾的 结果我爸爸出来把我叫过来了 跟他一起来了 我就是跟台湾有缘嘛 就是跟台湾有责任嘛 所以 过年我就不讲了 我自己未来的安排 我都清清楚楚啊 这就是新党一直讲的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那不要把他口号 而是真正去负责这个人 就是我现在在负责这个工作 我就应该要把这种 把他彻底的去执行他 去实践他 这才是一个这个使命嘛 才是一个责任嘛 所以很多人看看这么多年来 新党虽然小 但是还有这么多人支持 我相信时间久了 人在坐天在看 大家公道自在人心 所以慢慢慢慢新党 这几年 假设真正我们都是彻底 脚踏实地去做的话 四年后 我们拿成绩给大家 那五十一万投过 我这两天 我在脸书上 因为我昨天去了 那个就前天去彰化什么 我有时候也把我的行程 跟大家说啊 有人就说了 他我只有一句话 我当时投你们票 没有投错 这种就是一个回应嘛 而这个回应让我们更有信心 我们只要按部 就是归归脚踏实地 归归举举去做事情 十年后告诉大家 五十一万七十四位 支持我们的人 我们这四年来 是做了一些事 刚讲这个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今年其实看起来 就是国民党 现在已经一队人都要出来 选党主席 国民党今天大家也吵吵当当 跑不掉了 那你会觉得说 很有趣 就是说 最大的在野党 我们认为 家大业大的国民党 就是今年为了当 去年一整年为了当餐吵不停 然后 然后里面反正也闹得 闹得非常非常不愉快 然后各式一样 然后你会看到说 当年想到一个最小的小党 他突然会出来 会出来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知道什么地方 有人需要帮助 我们有我们的 我们有多少力量 我们就尽量去做一点 那你看靠国民党 就是一队人 国民党会当场会吵 你已经加大业大成这样 海鲜大人喊没有钱 就是 这真的 真的是有点 有点 让人觉得有点感慨 月老人怎么看 就是说 未来这一年的台湾 就是大年初一 我们总是来谈一下 虽然未必不是真的很好 那总是谈一下 我最近碰到很多人 就是过年前 我就碰到很多人都 哎呀 随头上气的 有的时候抱怨连连 也是主席 怎么办 我说 大家想开一点 因为日子总是要过的 那么大家既然民主选举 有这样的决定 那他就必须要承担责任 那么做得好 他就连任做不好 将来大家自己去思考 那么但是你现在 因为这样子 大家民怨而弄得 我们自己日子过得不快乐 又何必呢 那今天过年了 我们大家还是要快快乐乐 因为总是要活下去 那新党对未来怎么看法 我有一个 就是中国人喜欢讲 将心比心 那么 今天为什么会这样乱 是因为 当时你们批评人家的 结果你们坐在位置上 你们也是一样 为什么不能将心比心呢 你当时讲人家 那你就不要做嘛 可是你这样做了 那我们也没无奈啊 那只有这个 熬四年熬下去嘛 这就是一个民主选举的结果 那新党不交路 刚才我们讲 对就对错就错嘛 那在政治上面 那我们有我们的立场 可是我们日子要过啊 我们是要跟将心比心 我们跟基层的小市民一样啊 那我们要看到 小市民的生活上的 所以我们对未来的期待 还是两个字 和平 那么这样和平的话 新党在未来两岸的关系 还是要努力的去推动嘛 我们总不要在 当家的人要闹事 我们也没辙 但是我们民间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大陆两岸之间 能够保持住一些交流的工作 我能做服务的工作 我还是来尽力来 去为民众服务嘛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方向的 但是 当然也很难嘛 因为 政党之间彼此啊 当我们表现得不错的时候 好像大家觉得说 哎呀 现在新党还在做点事 马上有人就说了 你看新党啊 新党变成红了 新党已经变共产党了 你们骂我 我又跟你 为什么要跟你变呢 我没有必要嘛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今天在政治的立场上 意识形态上 我是追求和平统一的 那我就是 因为什么 因为我有我的道理嘛 那我希望 那个中国能够崛起 我希望中华民族能够复兴 我希望中华儿女能够将来骄傲的 那个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这个我没有办法妥协的 可是在对一般民众上 我就不需要那么样的这个坚持的 那不管是谁 大家都是同胞 台湾能够经过这么多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现状 已经不容易了 大家还要去骗的 去扭曲去抹杀过去的成绩成就 我也不需要吵架 我也不需要吵架 所以我未来的规划就是 我能做多少 我就做多少 我是去顾到的是这个社会 大多数的同胞 大多数的台湾人 他是希望能够好好快乐的 我们能够让他快乐 能够让他进步 这个政党就应该做这些事 但有人就说了 哎呀你小党了别的了 你怎么继续去卖烟 我说实在我懒得跟你们辩 我没卖烟 是烟酒公司去 是赚的钱也是要要缴税的 不是我 可是我没有必要去跟他们吵这些 我还是努力的去告诉大家 能够快乐就是快乐 那新党做多少算多少 你戴我红帽子 包括戴红帽子还不是绿的戴我 现在戴我红帽子是蓝的里边 那些想出头的 结果又看到新党几个年轻的 结果现在很红 就说你看他们都为新党训练出来 这几个都变共产党了 你们这些蓝赢的就是这样没出息 你有没有把这个精神去跟你的 欺负你的不是我新党 欺负你人家穿的 清算你的也不是我们吗 你怎么老是骂我们呢 对不对 我也没有去讲什么 我今天支持谁 你们去选举 我干嘛要介入你们的选举里边呢 那你说红主席 因为我们周期过去在立法院里边 同事过的 那这郝龙斌也同事过 吴敦亦大家也相处过的 那你们的选举不要介我们不介入吗 那你动不动就说国民党新党化 我说一句实在了 国民党假如真正能新党化 也不会坏到这个程度了 那么你们要骂我们 说我们是共产党了 是红了 是那个现在出卖中华民国 说实在去先学揽上中华民国国旗的 当时你们都不动 是我们在动 赵耀东赵部长也去抽血 把血液滴在这个国旗上面 晴天白日满地红到国旗上 我们一直在努力走向正面的方向 好谢谢郁主席 不过讲真的 就是说在尤其在网络的时代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 什么东西都能吵 讲经实在话 那你真的是 大家如果真的愿意做一点 愿意把那个时间精力拿来 做一点台湾 不去闯架做事 台湾也不会那么那么的分歧 也不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杂音 好 新大年初一 最后还是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欢迎你每周六日上午时间到11点 还是收听两岸新年线 听两岸的人说两岸的事 恭喜你精彩 最好的请过来 不好的请走开 你多人不快 恭喜发财 红包来来 祝贺你什么的顺心 年年的如意 走路也大摇大摆 笑口尝开 用心把爱去灌溉 要过的精彩 最好的请过来 不好的请走开